我发现日本的建筑真的是很奇怪 越是狭窄的地方 越是要建房子 特别是街角 拐角这类看上去只能建一堵墙的地方 硬是给你整出一栋房 谁让人家国土面积小呢 这个位于十字路口 看上去被砍了一刀的建筑 就是须藤家 一楼曾经用来开店铺 二楼是住宅 属于商住两用房 早年为了吸引顾客 干脆墙也不装 直接上玻璃门 财云是打开了 家里也成景点了 谁路过这里不会多看两眼 反正我是忍不住 须藤太太就说了 老人家年纪大了不在乎 但是做子女的还是很担心 车来车往的影响身体健康 家有一老乳有一宝 老太太要一养天年 不能吵到他 须藤也不容易 31岁了才结婚 跟妻子在一起两年 婚后把母亲接过来一起住 本想做个大孝子 因为这栋房子 须藤差点成了逆子 他连忙找到节目组 说我要参加变形记 而笑容挺身而出 他改造的宗旨是以身心健康为主 因为他相信 身体健康才能吃得香睡得好 家就是港湾 家就是良药 房子的主治医生站在十字路口 抬头看着这栋房子 想到昨晚拼多多好像没人帮他 从南天门一直看到回来的我 回过神来 须藤太太已经打开了门 一家人客气地向高桥鞠躬 须藤家包括前托的玻璃门 一共有三扇门 三选一 通常选C 哎 你怎么考虑白四处 少做一道田困这个也好了 少做一道田困这个也好了 高桥还在心里猜会从哪扇门出来 须藤太太说 二楼原来是出租屋 左边的门是给租客用的 现在已经浪费了一扇 废话不多说 高桥开始他的房屋探险之旅 刚开始就遇上了困难 过道狭窄 堆满物品 这是要给专家减肥 浴室装了个中看部中用的浴缸 以前一家人都去公共浴室 还能借此省一笔装修费 天有不测风云 公共浴室给整倒闭了 须藤不得已增建了浴室 一家人的传承就是 把钱花在刀刃上 浴室建在两堵墙里夹放生存 高桥不幸挟似地坐进浴缸 他这么苗条竟然进不去 隔壁是个更窄的厕所 大长腿肯定用不了 门也关不上 实现了开放式厕所 一楼是须藤母亲住的地方 老人家已经75岁了 每天的活动范围很小 喝茶 碳棒 烤暖炉 入口处有40厘米的高度差 彻底打消了他上楼的念头 地板只铺了一层 虽然垫了地毯 但老人家坐在冰凉的地板上 地板凉 心更凉 须藤夫妇住在二楼 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过道上 在这个家绝对跑不起来 丈夫回到家 两人你退我进 他吃了算是完明白了 收纳的时候 完全没有考虑到地震 还保留着出租屋 艰苦奋斗的精神 高桥撅着嘴 思考良久 怎么办 硬着头皮上马 既然改变不了房子狭小的问题 也不能出钱给须藤扩建 只有利用问题去解决问题 夫妇俩给出1200万日元资金 约等于人民币63万 高桥的挑战开始了 这是真不把咱们当外人 须藤泡在浴缸里 闭上眼幻想改造后的幸福生活 所以果然是高桥太胖了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搬家工人开始将东西清空 接着开始解压的拆家环节 墙壁推倒 门也推倒 洗手台砍掉 地板拆掉 二哈看了都得叫一声师父 烦死了 一家人开心地看着房子被推倒 面前的灰不是灰 是幸福生活的朝气 40年的房子难免有老化的问题 框架粗细不一 几乎都是随处搜集的废柴 这家人木棍捡得随心所欲 框架也做得随心所欲 建筑工头爬上房梁 果然老房子里都藏有宝藏了 从房顶上拆下一个木条 木条上写着上梁日期 日本有上梁的习俗 竣工前会求神庇佑 这栋房子经手了两代建筑室 到高桥手里已经是第三代了 可怜的高桥要收拾前两代留下来的烂摊子 苦苦支撑了半个世纪的框架 缝缝补补又三年 高桥肯定不能跟以前一样 得凸显出他的能力 于是叫人把浴室拆了 没想到昨晚 是须腾和浴室最后的温存 浴室不见了 房子的遮羞布也没了 墙壁发霉的地方暴露出来 高桥医生化身物理老师 从力学的角度上来说 地震时肯定从这边开始倾倒 但其实真正支撑房子的是楼梯 拆家活动继续 没点数还真不敢乱拆 楼梯拆掉 墙壁也拆掉 柱子也拆掉 老房子安上新骨架 这回终于不是捡来的木材 房子的框架修上后 高桥从房子里探出头向上看去 难道自己最近真的变胖了 没有坏的墙壁也一并拆除 果然是须腾家给的太多了吗 一楼的玻璃门拆掉安上墙壁 窗户也开在顶上 路人再想看可不能了 背后的两扇门不符合高桥的安全理念 你说如果开门被车撞了 是车的责任还是门的责任 说到底高桥还是介意那间浴室 重新将大门安在了这里 适合进出还安全 改造进行到这 总体算是整好了 一起看看吧 考虑到家庭健康 高桥来到木材店 定制了许多一厘米粗的木棍 高桥将木棍拿在手里掂量 这么多一定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童年 你打我一顿城吗 求您了 打花都算我的 求您了 教育上不提倡哈 拼图还是得看日本 定制的木箱将一楼地板都填满 没想到踏踏没有四十厘米 高桥掩饰了一遍 这个高度最适合老太太起居 连站也省了 房间里无论干什么都能坐下 老太太腿脚不便 这样还能运动到膝盖 同时有具备大容量的收纳 日本对收纳真的是情有独钟 二楼安上了同款踏踏 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 收纳柜中还放着太太珍堂的茶具 好不容易迎来了改造 当然要满足她唯一的心愿 房间再小 也要练习茶道 困难再多 也得改造 高桥拿出用木棒做好的栅栏 确实是给孩子用的 但是是保护孩子的婴儿护栏 等孩子长大了一点 你以为总算能离开这个床 没想到吧 栅栏还可以移动 孩子想乱跑是不可能了 房子终于改造完成了 原本的落地窗景观改成了外墙 大门修在侧面 只能一个人通过的走廊 镜头还种植了绿植 这不能算是庭院 也算是个花坛 得亏高桥还能考虑到绿化 老太太和老伴生活的点滴 彻底成了回忆 平缓的楼梯 宽大的储物柜 为了照顾到老太太 洗手台搬来了椅子 老伴享受不到的日子 未来就有老太太享受吧 让高桥十分介意的浴室 按照高桥的轻身特量 变得无比宽敞 特意设计的三角开窗 刚好装进门口的绿植 虚腾泡澡的时候再也不用发呆 室内还有晾衣架 将生活便利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浴室和卫生间的入口 都是全开放的推拉门 让每一次上厕所都无需等待 一楼店铺也变成了全新的房间 相信不久后 老太太更不愿意离开这里 所有的设计都便与老太太干活 话说到了这个年纪 还需要干活吗 房间里摆着和丈夫 一起旅游的纪念品 一照摆在窗户上 这么高以后是真不想擦呢 因为虚腾老先生 生前是铁路工人 为了纪念他和旧屋 高桥用废旧的材料 在走廊里铺成了铁轨的样子 对老太太来说 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走廊 而是通往幸福的阶梯 二楼的栅栏守护住孩子 也守护了这家人的幸福 夫妇俩的寝室外面 也是铁路标志的走廊 一家人就是要共同怀念 接下来就是寝室内部 现代合适的建筑风格 重点是没有多花钱 墙壁是旧的 格局也没有改变 橱柜干脆和书桌结合 还能节省空间 柜子里藏着老太太给儿媳的彩礼 可移动式的衣柜 以便日后和孩子分房睡 小夫妻偶尔还能过过二人世界 就是隔音肯定是不行了 高桥甚至还区分出了一个阁楼 除了储物 阁楼也是孩子又补气 徐藤家到了验收的时候 夫妇俩跟在老太太身后 房子满不满意 还得是老太太说了算 开门第一眼 老太太捂着嘴开心的不得了 悬着的心也放下了 又像个孩子一样体验浴缸 来到房间热烈 哇 哇 哇 ちょっと待って 我一人也不妨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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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厉害 这时发现老伴挂在墙头 开始感谢老伴 有生之年还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来到二楼 同样很宽敞 妻子凭着泡茶的直面 一下就发现了茶具 展现茶艺的时候到了 老太太还是多愁善感 这辈子的道谢恐怕都在今天 新家 新茶 新浴室 虚疼还是那个虚疼 还是不拿我们当外人 一家人幸福地围着餐桌吃饭 现在还有一个愿望没有实现 那就是生下健康的宝宝